天高海阔 张修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这两天我们讲新闻的话题 一直离不开有关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 我们在讲这个新闻话题的时候 我们已经聊过很多主题了 但是今天我们必须聊一个话题 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这场冲突 会给美中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在哈马斯发动了对以色列的突袭之后 中国对哈马斯的突袭一直没有表态 所以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主席苏默 到中国访问的时候 当面要求中国要谴责哈马斯的攻击 中国没有理睬苏默 最终中国只是表达了一个模糊的态度 谴责在这场冲突当中伤及到无辜平民 或者是对平民的屠杀 但是谁在这场冲突当中伤害到平民呢 我想以色列有哈马斯也有 那么所以中国到底在谴责谁呢 中国并没有明说 所以明眼人一看啊 中国这个做法肯定不是把哈马斯 作为一个谴责的目标 那么所以在这次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过程当中呢 中国的外交立场跟美国肯定不一样的 最近中国的外长王毅据说准备访问美国 为习近平在11月到旧金山参加亚太亲和组织峰会呢 来铺路 但是王毅这两天跟巴西总统的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通了个电话 王毅为什么要跟阿莫林通电话呢 因为现在巴西是联合国的轮值主席国 那么下个礼拜呢 巴西准备召集联合国成员要讨论这个尾巴的冲突 所以王毅就跟巴西总统的特别顾问阿莫林通了电话 王毅在通电话当中 王毅对这个尾巴的冲突表达一个什么态度呢 王毅说尾巴冲突的根源一直就是因为没有给巴勒斯坦人民一个公道 所以呢才会引起这场冲突 我实在不懂王毅在这个电话当中说的给巴勒斯坦人民一个公道指的是什么 以色列在立国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面受到了七个阿拉伯国家的这个进攻 这算不算给以色列一个公道呢 以色列建国是经过联合国决议同意之下 才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的 本身这就是联合国的一个决议 以色列建国是非法的吗 如果以色列建国是合法的 那么为什么七个阿拉伯国家在以色列建国不到24小时 就对以色列发动了战争呢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又有什么失去了公道呢 当初当七个阿拉伯国家进攻以色列的时候 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有向以色列发动攻击吗 如果有的话 那么谁要还以色列一个公道呢 在媒体报道 王毅和巴西总统的特别顾问通电话过程当中 王毅还提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词 就是巴勒斯坦民族 因为王毅觉得要维护巴勒斯坦民族的利益 这次哈马斯跟以色列冲突 我们说有很多人对哈马斯或者是阿拉伯国家 为什么跟以色列冲突 有一些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知 比如说以色列真是夺取了巴勒斯坦民族的土地 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联合国的决议当然也就要受到指责 因为你抢夺了别人的土地建立一个国家 那么这种做法呢 应该不是现在联合国所主张的一些行为准则 我们说巴勒斯坦民族 是不是一个存在的一个特有的民族呢 其实并不是 在巴勒斯坦地区生活的有不同的人 有阿拉伯人 也有犹太人 也有一些其他主义的人 在这当中啊 没有一个巴勒斯坦民族 什么叫民族 就是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有自己独特的语言 或者是有特色的文化 有特色的语言 那么这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民族 但是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呢 就是阿拉伯人 他不是一个独特文化 独特语言的一个巴勒斯坦民族 所以说在中国的内地媒体报道 这相关新闻当中啊 往往会把这个什么巴勒斯坦民族啊 会把这个抢夺了阿拉伯人的土地啊 抢夺了巴勒斯坦民族土地啊 这种概念呢 放到新闻报道当中 这就令到大家看起来 以色列先抢了巴勒斯坦民族土地在前 所以巴勒斯坦人反抗在后 很明显 这跟联合国的181号决议呢 是完全不相符的 联合国的181号决议非常明确 以色列在这里建国是合法的 这是经过联合国同意的 而在这个土地上的阿拉伯人建立另外一个国家 也是合法的 这个国家其实就是巴勒斯坦国 王毅之所以这样说呢 其实显示了美中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啊 美中两国在外交上的一个竞争 中国跟巴西总统的特别顾问通电话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呢 也在进行他的外交之旅 布林肯先到了以色列访问 布林肯是继这个英国外相之后呢 第二个到以色列访问的这个外长 布林肯访问完以色列之后呢 他还会到约旦访问 很多人可能觉得非常奇怪 布林肯为什么特别要到约旦访问呢 因为布林肯在约旦要见两个人 一个人呢 就是约旦的国王阿卜多拉二世 另外一个呢 就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主席 也就是巴勒斯坦的最高领导人阿巴斯 王毅为什么要在这里见巴勒斯坦的最高领导人阿巴斯呢 因为阿巴斯或者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跟这个约旦的关系非常好 大家可能觉得非常奇怪 约旦不是也是阿拉伯国家吗 约旦为什么会跟这个阿巴斯关系比较好 而阿巴斯也愿意听约旦国王的呢 其实我们应该说第一次中东战争呢 本身巴勒斯坦人就是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 他们也没有见过 但是七个阿拉伯国家就开始围攻以色列 这等于是出卖了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的这个利益 因为他们还没有见过 你们几个就跟以色列打起来了 以色列当然也就顺理成章的 从这个阿拉伯人手上夺取了更多的土地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巴勒斯坦一直到1988年才建国的原因 因为这些领土的争议呢 令到巴勒斯坦内部呢也四分五裂 而这个约旦这个国家 他开始也是在进攻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当中 但是后来呢 这些阿拉伯国家很快内部发生了矛盾 最终呢 约旦和这个另外一个国家呢 变成了死敌 这个死敌是谁呢 就是叙利亚 大家都知道叙利亚 这是在尾巴冲突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而布林肯在一个跟叙利亚外交关系对立的国家 建阿巴斯 这就非常明显了 布林肯这次在约旦见国王阿卜多拉二世 以及阿巴斯呢 肯定就是为了为今后 以色列陆军进入加沙地带之后 未来如何解决这个争端 来跟两位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一个商谈 之前我们讲过 其实巴勒斯坦领导机构跟这个哈马斯呢 也是死敌 如果这是以色列能够消灭了哈马斯 把加沙地带重新归还到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领导之下的话呢 其实这对阿巴斯来说也未必是个坏事 所以说布林肯这次到约旦见这两位国家的领导人 这个外交形成非常重要 因为它涉及到以色列出动地面部队进攻加沙之后 约旦和巴勒斯坦民族领导机构到底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情 以及今后怎么善后 如果叙利亚轻举妄动的话 约旦又会对叙利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布林肯在结束了对约旦的访问之后呢 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他会不会到沙特阿拉伯访问 因为沙特阿拉伯现在已经表态了 在目前的状况下没有可能和以色列建交 沙特阿拉伯在阿拉伯国家当中具有它的地位 但是沙特阿拉伯真是会支持哈马斯吗 最起码目前我们没有看到沙特阿拉伯的这个王储 沙特阿拉伯公开支持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进攻 但是毕竟如果以色列进攻加沙地带的话 那么在屠杀阿拉伯兄弟这个概念之下 沙特阿拉伯没有办法表达和以色列的善意 但是如果以色列清理完加沙地带 沙特又会怎么样面对以色列这个国家呢 会不会恢复双方要建立外交关系这个进程呢 我想这也是布林肯想在沙特那里得到具体答案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布林肯这次中东之行 对未来局势的发展十分的重要 而美国的盟国北约已经在星期四的时候 在布鲁舍尔召开这个国防部长会议的时候呢 表达了他们的态度 大家一致谴责了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进攻 也就是说北约会跟以色列站在一起 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讲得非常清楚 以色列并不孤独 北约会用各种方式来援助以色列 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加兰特呢 也用视讯的方式参加了这次北约的国防部长会议 所以说现在局势很明显 美国和美国的盟友站在了以色列的一边 而中国呢 虽然表面上看态度模糊 其实中国站在了巴拉斯坦 或者说站在了哈马斯的一边 那么也就是说 美中两国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这个国际事件当中呢 美中两国的外交利益 国际利益呢 都再次发生了冲突 除了美中这两个大国 在这次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当中 表达了一个相反的立场之外 另外有两个国家在这次冲突发生之后呢 这两个国家表达态度非常有意思 他也预示着今后中国在国际关系当中 将会面临怎么样的挑战 那么这两个国家是谁呢 他们又表达了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月10日洛杉矶 Pasadena Civic Auditorium 天高海阔 张修杰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节我们说美中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这个事情上 已经显示出两国再一次在这个外交立场上 和战略立场上发生了这个冲突 而有两个国家呢 他的表达的态度很有意思 第一个国家呢是伊朗 伊朗第一时间撇清跟哈马斯的关系 说这次袭击呢跟伊朗无关 伊朗为什么要表达这个态度呢 因为伊朗知道 以色列的犹太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报复 如果伊朗卷进这个哈马斯 袭击以色列这场冲突当中呢 那么未来伊朗 如果在发展核武器 发展中程导弹方面呢 以色列人肯定会加大力度 来阻止伊朗拥有这些武器 那么所以呢 伊朗的这个战略计划就没有办法实现 并且如果证明伊朗参加了这次袭击的话呢 以色列一定也会报复伊朗 所以伊朗第一时间撇清了跟这个关系 伊朗说他没有支持哈马斯袭击以色列 但是呢 哈马斯的发言人不放过伊朗 哈马斯的发言人公开说 伊朗参与了这次袭击 哈马斯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看到以色列现在对哈马斯的报复 哈马斯也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 而在背后鼓动他策划 对这次以色列进攻的伊朗呢 却躲在一边 不负任何责任 哈马斯明显感到自己被出卖了 所以现在伊朗到底有没有参与这场袭击呢 在伊朗的口中说没有 但是哈马斯说有 但是另外一个人说呢 没有看到伊朗参与的证据 这个人是美国 美国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美国也不想这个战争扩大 如果真是以色列跟伊朗大打出手的话 这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美国的战略利益的重心 现在在印太 印太之外呢 还有个俄乌战争 所以说美国也说 没有看到伊朗参与的这个证据 那么这是伊朗这个国家的态度很有意思 另外一个国家态度呢 就更有意思了 俄罗斯 俄罗斯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 俄罗斯可以说基本上是一声不吭 俄罗斯为什么对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不表态度呢 因为在这个事情上 俄罗斯获得了非常大的战略利益 它会令到美国必须要分出一部分精力和资源 来应对这场冲突 那么如果这场战争未来扩大的话呢 美国还会付出更大的资源 所以说如果美国在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当中 被牵在其中 而这场冲突越扩越大的话呢 俄乌战场上乌克兰所得到的援助一定会越来越少 本身共和党人就已经阻止拜登再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那么如果再因为中东冲突 美国要分出精力 分出一些资源 来应对中东这场战争的话 那么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上就能获得相当大的喘息的机会 所以说俄罗斯在这一场一声不吭 反而中国呢冲到了最前面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对中国的战略利益来说是没有太大的好处 如果说中国这样做能够团结到叙利亚伊朗这些国家的话 那么这些国家能够在中东地区跟以色列抗衡吗 如果能的话 第一次中东战争 以色列就已经被灭国了 所以中国选择跟叙利亚伊朗这些国家站在一起 那么未来这场战争 以色列一旦获胜的话 一旦哈马斯被清理的话 而以色列又继续和这些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的话 那么以色列恐怕在外交上对中国的态度就有所改变 其实在历史上 在以色列和中国没有建交之前 以色列就在科技上 在农业技术上对中国有非常大的帮助 但是现在中国表达的这个态度 以色列会满意吗 我个人觉得肯定不会满意 而中国在这次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当中 再一次表现出跟美国战略利益的冲突 那么美国如何看待在接下来的国际局势变化当中 美中之间到底关系会走到哪个地步呢 我们说这次哈马斯袭击以色列 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的利益得到者 那么美国知不知道呢 美国当然知道 所以说美国接下来如何应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上 再用这种手法来牵制美国 美国现在国会得出了这样一个报告 美国国会有六个共和党人和六个民主党人 组成了一个叫战略态势委员会 这是一个智囊式的机构 他对未来国际战略要做出一个评估 特别是评估中俄两国对美国的威胁 以及美国未来如何要消除这个威胁 现在这个战略态势委员会做出了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 要做好准备和中俄同时开战 应该说这个结论是相当惊人的 那么这个战略委员会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呢 参加撰写这个报告的战略委员会的一位官员 他说美国现在很担心中国和俄罗斯之间 可能会以某种方式进行最终的协调 这会让美国陷入两场战争的这个危机当中 现在美国的目前的国家安全战略呢 是在赢得一场冲突的同时呢 去遏制一场冲突 其实在二战结束之后呢 美国一直这么做的 为什么中美关系会发生变化呢 因为是中苏关系发生了变化 美国看到了这个契机 如果让美中之间的关系缓和下来 甚至是走向一个正常建立外交关系 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那么美国就可以集中精力来对付苏联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 如此的热心的原因 因为这里面有两个战略利益 一个战略利益呢 这可以让美国拉紧中国 当这个俄罗斯跟美国对抗的时候呢 中国不会站在俄罗斯的一边 不会站在前苏联的一边 同时呢 如果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经济成就 中国或许就会进行政治体制的这个改革 那么这样呢 中国就会变成一个 在西方标准当中的民主国家 这是美国的如意算盘 第一个打响了 当美国和苏联对抗 导致苏联解体的时候呢 中国并没有站在苏联的一边 当时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相当的友好 因为改革开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但是后来中国也没有如美国所想 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但是美国现在必须要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 就是没有办法在赢得一场冲突同时 去遏制一场冲突 也就是说 没有办法在打败俄罗斯的同时呢 能够维持跟中国的平稳的关系 我们刚讲了 这次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 让美国再一次看到 美中之间在战略力上是对立的 所以美国现在必须就要做出这样的打算 未来如果中俄一起跟美国开战 又会如何 其实布林肯前两天已经讲过了 美国能够同时应付三场战争 一场中东战争 同时在发生俄乌战争扩大化 再有就是在台海在发生一场战争 其实发生战争的危险 远不止这三个 包括朝鲜半岛 包括在南海 中国和菲律宾的冲突 都有可能调起军事冲突 布林肯在访问中东之前 为什么沙利文要表达这个态度呢 其实美国在告诉中国 告诉俄罗斯 美国并不害怕同时和中国俄罗斯开战 美国真是有这个能力吗 很多人都怀疑美国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说如果一个美国孤立的去应对三场战争 我也认为美国没这个能力 但是美国会孤立的应对三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吗 当然不会 如果是在中东 在俄乌战场上 在这个台海或者南海或者这个朝鲜半岛都发生冲突的话 到时候就不是美国和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冲突 就是整个国际社会两大集团 两大阵营的冲突 现在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这个事情上 北约已经跟美国站在了一起 那么换句话来说 万一以后真是同时发生三场大规模的冲突 大家觉得北约会跟美国站在一起吗 北约必然跟美国站在一起 而中国 俄罗斯 伊朗 北朝鲜 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 像委内瑞拉 古巴这些国家 也会被迫和中国站在一起 那么到时候事情的本质就不是中国和美国的冲突 或者是美国和俄国的冲突了 就变成了世界大战 我们不希望有那天出现 但是如果真是在全世界三个地方 都爆发了大型的军事冲突的话 它一定是场世界大战 而不是某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之间的冲突 那么这次美国国会的这个委员会 做出了这样惊人的结论 那么在这个报告当中 这个委员会认为 中国和俄罗斯联合威胁到美国的战略利益 甚至有可能对美国产生这个军事冲突的风险 将会在什么时候呢 我也觉得十分惊讶的是 在这个报告当中啊 这个报告的结论认为啊 在2027年到2035年 中国和俄罗斯联手来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呢 将会变得十分的迫切 换句话来说 美国备战最长也只能备战到2035年 如果美国不能够和中国和俄罗斯拉开这个军事优势的话呢 那么美国将会面临一个巨大的风险 所以这个战略态势委员会最终 在这个报告当中啊 要向国会提出 要增加对国防的拨款 这样呢 美国才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当中 能够拥有和中国和俄罗斯同时开战 这样的军事实力 特别要发展核武器 报告当中特别指出中国在2035年之前 就可能会拥有1500枚核弹头 这样呢 就是美国首次要面临两个拥有和美国相当核武能力的国家呢 同时威胁到美国 这里边指的就是中国和俄罗斯 所以美国在2035年之前必须要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 以让美国有能力同时和中国和俄罗斯开战 这就是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 我们从这个报告当中也可以看出 哪怕习近平11月份来美国和拜登见面 两个人呢 在改善美中关系方面呢 应该不会取得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特别是在哈马斯 袭击以色列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其实美国和中国都同时向全世界展示了 这两个国家的战略利益 最终有一天会产生一场巨大的冲突 那么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这个事情当中 中国俄罗斯叙利亚这些国家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我个人相信美国在这个时候 是不会去刻意提他的 比如说有些媒体报道说 哈马斯的很多这个骨干 都是在中国的石家庄步兵学校受过训练的 有些听众朋友问我是不是有这回事 说句老实话我真是不知道 因为呢中国的石家庄步兵学校呢 确实培养了很多外国军官 这里面有没有哈马斯的人 有没有巴拉斯坦的人呢 我不得而知 但是最起码在目前这个状况下 美国官方不会让这些话题不断的发酵 因为如果在现阶段 就把中国和哈马斯结合在一起呢 这并不有利于以色列迅速消灭哈马斯 所以美国现在也说 伊朗没有发现他参与这场攻击的这个证据 如果以色列能够把哈马斯彻底清理掉 以色列会不会为了除后患 转而再对某一些国家进行这个军事打击呢 这个国家指的当然就是伊朗 因为其实以色列跟巴拉斯坦 早就已经实现了和解 并且双方都付出了领导人被暗杀这样的代价 这个话题我们过去讲过 所以说以色列这是清理哈马斯 是符合巴拉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利益的 但是当清理完哈马斯之后 像这个什么叙利亚 阿里巴嫩伊朗包括一些民兵组织 以色列会不会趁势对他们发动这个毁灭性的打击呢 这一点值得我们观察 但是我们更加要看的是 这场冲突其实跟美中关系带来一个巨大的变化 它会令到美中更有可能发生一场新的冲突 这才是令到我们担忧的事情 好我们这一节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